HELLO 大家好,我是STAR STUDIO,講師Vexter 現在我為大家講解示範的是 High Pass Filter 也就是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Low Cut Filter 中文名字叫做高通濾波器 那我們先看一下螢幕 首先這個EQ是 Cubase內建的EQ 這個是Waves的Q10,也是個EQ High Pass Filter是一個常用的工具以及技巧 所以在哪個EQ都會有它的中影可以使用 這個曲線就是High Pass Filter的曲線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頻率點 因為這個頻率點是用來定義High Pass Filter在哪個頻率點以下 都會被這個濾波器給濾除 而以上都可以通過這個濾波器 那以這個頻率來說是100Hz 也就是說當訊號經過這個濾波器的同時 低於100Hz以下所有的訊號都會被濾除 而高於這個100Hz的訊號都會通過這個濾波器 所以這是它簡易的一個作動的概念 那在這裡的話是這裡一樣可以選擇Low Pass跟High Pass 那麼所以說他們是一個兄弟 有Low Pass Filter就有High Pass Filter 那他們的相反都是一樣的 High Pass Filter的名字就是Low Cut Low Pass Filter就是High Cut 那我們在這邊是以講解High Pass Filter為主軸 首先我們先來聽一下今天的示範 OK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聽到大鼓在這段婚姻當中消失了 可以再聽一次 OK首先我們先Solo一下大鼓的聲音 那麼現在聽到的是整個鼓組的聲音 OK可以聽到大鼓的衝擊歷史非常強烈的 可是由於EQ上的一些問題 導致於它在婚姻當中大鼓消失了 OK那我們現在要修正這個問題 那最主要會造成這個原因是因為 在較低頻段的低頻的部分 有過多的不必要的一些訊號 將大鼓的訊號給覆蓋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低頻的位置 大約是100Hz以下留一個位置留給大鼓 大鼓才能夠被Listener所聽到 那麼在這裡的話我們可以先聽一下 在第一段的曲子當中先進的有 鼓、Bass、Point吉他、合成器、合成器 對 那麼我們就先從合成器開始下手 在這裡我們先Solo這個合成器的軌道 首先我們在頻譜當中可以看到 它這段聲音裡面的聲波 其實本來就已經沒有地域 太多地域200Hz以下的訊號 但在這邊呢我們還是一樣可以用 High Pass Filter 將不必要的低頻給濾出 以達到一個乾淨的空間留給我們的大鼓 所以我們一樣使用High Pass Filter 那High Pass Filter使用的方法呢 比較正確的使用方法是 往往會不知道我的High Pass Filter 頻率點要設定在多少 那麼這邊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調整方法 首先將頻率點先調至最低頻 也就是人耳能夠聽到最低的頻率20Hz 那慢慢的往上 那直到你會聽到聲音開始有所變化的時候 如果是你想要的你就繼續往下 如果不是你想要的就要回頭 回到你覺得沒有使用High Pass Filter的時候 和你聽到跟你想要的是一樣的時候 那那個地方就會大約是你想要的地方 那這樣講或許有點抽象 我們現在就用聲音來解釋 OK 現在可以聽到聲音開始變為薄弱 那如果我再繼續往下的時候 聲音會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 所以說如果不小心過度的使用High Pass Filter 將會得來整個混音都會導致非常薄弱 這就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說現在變得已經比較薄弱 所以我們就回頭 直到我們想要的 OK 那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聽一下打開跟關閉的一個差異 或許差異的不大 OK 但是這就是我們所想要的 那麼一樣的事情 我們在別的軌道做一樣的事情 首先第二個也是合成器 那可以聽得到這個聲音是屬於比較高頻的聲音 但我們依然還是可以使用High Pass Filter 或者去將多餘不必要的地名給濾出 一樣事情再做一次 OK 接下來是破音吉他 不好意思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會聽到 比剛才兩個合成器還要再更多一點的低頻 那一樣我們將不必要的頻率給濾出掉 通常一般來說低於100Hz都是吉他所不需要的頻率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設定為100Hz 開始往上找 可以聽得到如果當你往上太多的時候 聲音就會變得非常的薄弱 那我相信 對於許多玩電吉他的朋友們來說 這都是不想要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往後 OK 大宇是在這邊的位置 接下來的話我們聽Bass OK 我們現在聽到非常大量的低頻的一個聲音 所以說理論上來說 應該影響大鼓最多的一個樂器應該就是Bass 那在這邊我們一樣使用High Pass Filter 那Bass是屬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一個樂器 因為你現在要濾出低頻 但它又是一個低頻的樂器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去選擇對的位置 對的頻率點 才不會導致你的混音有所改變 例如說太薄弱或者是太混濁 OK 一般來說 如果當你的濾波器打到了100Hz 其實對Bass來說或許是有點多 請你記好 在這邊的話 千萬不要超這裡的頻率點 因為每個聲音都是獨特的 你必須要針對每個聲音自己的特性去做調整 OK 接下來我們停一下鼓 OK 那因為我們現在希望把大鼓給呈現在Listen的前面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再做多餘太多的低切 那麼一般來說一個聲音的低頻是由大鼓跟Bass來稱 那麼你已經切除了Bass 我們就不需要去切鼓 那在這邊的話 通常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放了一個High Pass Filter 在50Hz的地方 這裡寫Low Cut 就是High Pass 那 通常來說我還是會擺一個大約在50、60的地方 去切除仍然是多餘不必要的Bass 那麼 我們現在可以聽一下所有的聲音混在一起之後 得到的效果 OK OK 大家還是可以聽得到大鼓人籃有一點出不太出來 所以說 呃 這邊聽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Bass是屬於有點多 那我們就針對鼓跟Bass來做一個GAM的調整 那麼在GAM的調整當中呢 一樣先把Bass先關到最小 那在這慢慢的把推桿 音量的推桿給 往上推 直到是你想要的 那這邊的話 呃 建議是可以先從Bass跟鼓的Solo開始調 慢慢的往上 OK 這樣子的話就是大鼓跟Bass都可以聽得到很清楚 那在這邊的話建議Bass通常是用可以呃 感覺到 而不是真的聽到 不然的話 除非是你想要做一些比較Rock 或是Metal的一些 一些Drainer 不然的話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輕音樂啊 或者是 呃 輕的Rock 呃 可能會導致你會有過多的低頻 會難以處理 所以這樣 OK 我們現在聽一下 再聽一次 鼓跟Bass 可以聽得到大鼓跟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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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來聽一下 整段的婚姻結果 那現在的話 那現在的話 我們就可以聽得到大鼓在整段婚姻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們再聽一次鼓跟Bass 那鼓跟Bass 那鼓跟Bass當中 我們一樣可以很輕的聽到 Bass 的大鼓還有Bass 還有Bass 其他 還是能夠聽得到大鼓 再加其他的兩個合成器 OK 那我們再最後回去聽一下整段的婚姻 經過處理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很清楚的聽得到大鼓在整段婚姻 是非常明顯的 OK 那這是以上今天的 HIGHPASS FILTER的教學 那還有更多的教學 我們會陸續 會再慢慢的試處 進行到這邊 謝謝大家